逼二选手前面吃了一招鸡腿 但是卡位卡得很好啊 正好卡在火焰的边缘没有被烧到 那到底是一个经验者 所以必须得跑位好 制作人吧 然后我们继续看这边 仇恨现在拉得很稳 BOSS PICO面对着大家 有没有其他多余的想法 三个T 你可以看到刚才他引爆了一个四位数的数字 在这就是黑魔导师在这里的一个威力 让我们看那个大叔也不断的在那里扭动 这边这个一号选手 这头上顶格一字的 这是队长吗 为什么你只要关注那个壮壮的大叔呢 是不是指示了你的 我们看一下BOSS PICO 抱一下 两下 今天先生都躲过去了 按照上海话来说就是老克勒是吧 看的这个BOSS叫终极兵系 你为什么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叫这个名字吗 不知道 因为他集结了泰坦 伊弗里特 以及那个 风神的三个的那个能力 所以他是终极兵器 我知道了 就有点像那个周星驰那个国产007里面那个超级杀人王兵器 就三千合一就那个 就集合了水果刀 是吧 杀虫剂 差不多了 算了编不下去了 我们继续看比赛 你可以看到那个极田 他身上有三个火的那个BUFF在身边 他的意思是他的火系已经跌到三层 这是黑魔最强的状态 哦 三个球 没有了 变成三个篮球了 他变成了三个冰球 现在是冰系里面最强的状态 但是冰系的话 主要的功能是回魔 哦 原来如此 前面那一招很厉害啊 就是那个 诶 就是召唤吗 那就是伊弗里特 因为这个BUFF已经吸收了三个蛮神的力量 所以他很厉害 只要躲开伊弗里特 正面的那个直线范围就可以了 前面博士那一招蓝光的很厉害啊 好像是和什么奥报一样的那种开局 待会我们再等一下 好像博士血量下降到一半以上了以后就会 啊 就这种 你看 我觉得我觉得在几天这个高DBS之下 我觉得这个血真的下得很快 比之前两队的话 对对对对 好的 血量稳步的在降低 已经要降低到快升 三分之一的左右了 下了一半之后那个小怪就可以出现了 你可以看到 对对对 浮游炮就是这一招啊 一定要打掉 不打掉的话就很烦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看几天的目标就很明确 他是先把小怪打掉了 对对对 不愧是制作人 好 要回来了 很多玩家就以为是用手柄的话是不能打一些后面的BOSS 其实不是的 你看几天先生这蠢熟的操作 对 他正好是 哦 BOSS风闪光大了 在座的各位七夕杰还有女朋友吗 我有了是吧 造成精神伤害 还有三分之一的血了 那时间好快 五分钟不到就剩下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了已经 对对 所以 摄影时间还是哪边有看待盘食人时间 右边 哦 呃 在剧情模式下 这个BOSS 一共是有 四个三个阶段 然后它的挑战时间是六十分钟 然后这个是专为蛮身站而射的一个挑战时间 然后难度上也会有所调整的 啊 服用炮又出来了 今天现在开始进服用炮 还其实挺脆的吧 其实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容易灭团的一个时刻 停住了 哦 是不是就服用炮越多 然后他的那个打气就越多 是吧 啊 这波多时回不回都不过来 牧师已经那个大叔扭动了 有有五声已经倒下了 大叔开始扭动了 大叔开始扭动了 疯狂的回血 哎 今天被一口奶了 回来 继续看 其实白魔在游秀期是可以战复的 是 但是复活在场上复活的话 上次有一个debuff 可以会减降低你的属性好的 来 来 波斯已经要疯狂了 波斯已经要 又爆了一发 继续看 这手拉得很稳啊 这手拉拉的 虽然是换成中文 不过吉田先生的那个操作一点都没有引擎了 简单 哇 一千五的伤害 好厉害 然后这个团队里面这个 这个就是最容易面团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撞爆 哦 水了一下子 下下 下滚了 牧师 牧师 奶回来了 一口 倒了一个糖 倒了一个糖 倒了一个 进去看 有点危险啊 有点危险 哦 倒了两个 倒了 先 现在的主要 主要要那个压奶 把所有的那个人员的血量拉上来 要不然很容易造成第二次的面团 没错 有点危险啊 现在是 再来个报的话 就直接要团灭的感觉了 还剩下一点点啊 还剩最后一点点了 还剩下了 已经把那个坦克 另外一个坦克给复活起来了 哦 剩下一点点 还剩下一点点 还剩下一点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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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漂亮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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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几年了